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月生1888年出生 原名杜月生 后因张太炎建议而改名庸 杜月生14岁时 只身来到上海卖水果谋生 刚到上海的杜月生一穷二白 拿有钱去购置水果 于是他就卖起了可怜 向他的老乡诉苦 一把敌涕一把泪地求着老乡 把那些腐烂的水果送给他 他凭借着自己聪明的材质 对这些烂水果加以改造 用刀削出皮 雕出精美的图案 然后再拿到舞厅去卖给那些贵妇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杜月生在舞厅中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陈世昌 当时的上海大佬 陈世昌看杜月生计较懂事 就让他去自己手下黄金融家做个跑腿的 渐渐的 杜月生因为有颜色且办事效率高 受到黄金融的青睐 让他去负责了上海青帮的赌场 这件事开启了他迈向青帮大佬的第一步 1925年 杜月生出任上海法租界商会的主席 后来在蔡元培等的支持下 在1929年 杜月生担任了法租界工董局的华董 这是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位置 自此 杜月生成为了上海名副其实的大佬 从此 杜月生开启了自己长达24年的显赫生活 有权有钱以后 男人本性骤险 爱美色也成了杜月生的一大爱好 他这一生娶了五位太太回家 每一位都是财貌双全 1949年4月 杜月生最后决定前往香港 1951年 杜月生生命垂危 立下遗嘱 将11万美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分配 妻子和儿子每人得到1万美元 已婚女儿得到400美元 1951年8月16日 上海皇帝杜月生在香港逝世 杜月生临终前 他五个姨太太中只有三个来了 他的十个孩子中只有七个在场 在场的三位妻子 分别是三太太孙佩豪 四太太姚玉兰 五太太孟小冬以及他们的子女 这些如花似玉的太太大部分都比他小 他去世以后 这五位夫人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 让我们先从原配沈月英开始说起 沈月英嫁给杜月生的时候 杜月生尚未得到黄金戎的提携 不过他破得黄金戎的夫人林贵生的器重 而沈月英的母亲 又是林贵生的梳头姨娘 所以林贵生做梅 促成了这桩婚事 由于娶了沈月英 林贵生越发把杜月生看作自家人 独自向黄金戎推荐杜月生 而杜月生却是头脑灵活 人又能干 因此很快就成了黄金戎的左膀右臂 一番风顺的杜月生 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沈月英望夫 所以对他越发宠爱 夫妻恩爱 家庭和美 但却有一桩汗事 那就沈月英始终未能生育 为了弥补缺汉 两人领养了杜维波 杜月生发迹后 由于他接二连三娶姨太太 受到冷落的沈月英 自然郁郁寡欢 于是一直对他心存爱慕的表弟 傅芳林便常来探望 结果一来二去 两人便有了不可言说的行为 杜月生洋装不知 不久傅芳林 在探望沈月英的路上遭遇车祸 声声压断了一条腿 而沈月英也被杜月生 送到乡下度假老宅里软静了起来 自此后 心灰意冷的沈月英 便靠熊药物 麻醉自己过活 在度假老宅里又挨了十年 方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二姨太陈国英 陈国英不到十五岁 就做了舞女 由于他生得俏丽可人 再加上他舞也跳得好 又很会说话 因此他在美女如云的舞女圈中 颇为醒目 说起来 陈国英做舞女也是迫不得已 他家中贫困 父母又多病 因此 懂事的他在读初中的时候 便悄悄到歌舞厅 应征做了一名舞女 陈国英和杜月生跳过舞 并且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 陈国英也知道 做舞女只是青春饭 调过金龟絮 才是人生硬道理 所以他想方设法 通过杜月生手下门徒 再次偶遇了杜月生 也就是第二次邂逅 陈国英主动出击 而杜月生也纯显陈国英的美貌 于是顺水推舟 两人便发生了关系 为了能长期和陈国英在一起 杜月生就把他娶为二房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饮食起居都在他那里 陈国英很会生养 他先后给杜月生生了三个儿子 因此杜月生对他越发宠爱 不过随着杜月生的地位提高 诱惑他的美女也越来越多 风流的杜月生 没能抵挡住女人的美色 又忍不住继续娶姨太太 而陈国英变成了第二个沈月英 不过陈国英性格暴躁 才不像沈月英那般逆来顺受呢 他多次顶撞杜月生 以至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 杜月生带着家眷去香港时 陈国英也跟随前往 但是在香港 由于杜月生早已不复从前 再加上此时的杜月生积蓄也不多 因此一大家人 生活陷入了窘境 最让陈国英不满的是 杜月生把家政大权 交给了四姨太姚玉兰 这样他觉得杜月生心里没有他 所以他和杜月生大吵一架后 愤然回到了上海 解放后 由于陈国英做过杜月生的姨太太 受到了政治风暴的冲击 而他也在贫困和抑郁中含恨而死 散一太孙佩豪 苏佩豪是苏坦明爵 小贵孙的外甥女 得其真传 年纪轻轻便登台亮相 且唱功了得 杜月生是个戏迷 而当时的孙佩豪才15岁年纪 他不仅长得雅致 人眼闻静 再加上又会唱戏 杜月生初见他便对他着了迷 并且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不久后 杜月生就抱得美人归 出没应酬都让他陪伴在身边 孙佩豪先后 给杜月生生了杜维平和杜维钦 这让他在杜家的地位更加巩固 不过 看似文静的孙佩豪 就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杜月生 因此当杜月生娶了姚玉兰后 为了争宠夺爱 孙佩豪和姚玉兰之间名争暗斗 关系非常不好 在和杜月生到香港定居后 孙佩豪和姚玉兰更是针尖对迈芒 等杜月生病逝后 孙佩豪便带着两个儿子到美国定居 从此和杜家人便断了关系 似一太姚玉兰 姚玉兰也是一名戏剧名连 早年还和孟小冬同台演出过 在到上海演出的时候 姚玉兰和妹妹姚玉英被杜月生看中 并占有了他们俩 不久后 姚玉英病逝 杜月生就把姚玉兰娶回家 做了似姨太 为了能得到杜月生的宠爱 同时也为了拉拢势力 对抗其他与他为敌的姨太太 姚玉兰投杜月生所好 想尽办法给杜月生创造机会 让她最终得到了名动天下的孟小冬 杜月兰先后生下两子两女 再加上她颇有心机 虽她很长一段时间 对杜月生最宠爱的姨太太 同时也深得杜月生信任 尽管没有把她扶正 但却让她代行嫡妻的职责 管理一家大小事务 杜月生去世后 姚玉兰带着孩子去了台湾 并得到宋美玲和孔二小姐的照顾 在己房姨太太中 她的晚年算是不错的了 五姨太孟小冬 孟小冬是黎元世家出身 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将她天赋很高 因此在她年轻的时候 变成了名动天下的明觉 且有东黄的美誉 孟小冬在北京 不仅收获了事业 而且还收获了爱情 那个配得上她的男人 叫梅兰芳 她正是最红的升爵 而梅兰芳 则是名声最大的连王 这世上再难找到 这么几股相当的对手了 所以她和梅兰芳的结合 成了戏曲界的一段佳话 不过 太过完美的事物 往往难长久 不久后 两人便发生了卧挫 再加孟小冬的戏迷 引发了血案 梅兰芳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 同时也不愿意抛弃弃子 所以两人最终各奔东西 孟小冬受情伤之痛 久未登台 杜月生由于早就倾心于她 所以一直明里暗里地照应她 后加杜家祠堂落成 以黄金大剧院开张 杜月生都邀请孟小冬演出 并且还让姚一兰对她悉心照顾 解放前夕 从香港回归到上海的杜月生 立刻给孟小冬写信 任她到上海来安居 在姚玉兰的劝说下 再加上孟小冬 也非常感念杜月生 一直对她的关照 因此孟小冬 便和杜月生走到了一起 移居香港后 杜月生还不顾病痛折磨 坚持和孟小冬举行了简易的婚礼 给了孟小冬名分 杜月生最后的人生 都是在孟小冬的照料下度过的 杜月生去世后 孟小冬先日在香港独居 以娇人唱戏为生 后来 在姚玉兰的邀请下 孟小冬才移居台湾 并病逝于台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